观众朋友好我是周玉行 欢迎锁听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五都选战倒数22天了 这个选情你怎么看呢 看到各式各样的民调 纷纷出炉 在今天我们也提供给您 旺旺忠实最新民调结果 好那么说到这个民调呢 先来看看台北市长的部分选情 那么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好像选情应该是会越来越激烈 逐渐加温的 当然呢这个花博会不会是一个关键 好民调会说话 这个好苏之间的这个拉锯 现在已经变成是小数点了 您知道吗 这个旺旺忠实的最新民调结果 好龙斌的支持度是42.7% 跟苏贞昌的42.1% 差距只有0.6% 那么好龙斌的这个看好度 是比苏贞昌多6% 而有人就解读说 好龙斌的看好度有增加哦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好双方阵营今天谈到这个民调结果 都表示说选情艰困 要再争取支持 前程拜神 头低到露出光光的电火球 靠天柱也得自助 不冲真的不行 台北市长选战已经到了票票 都要计较 根据往往忠实最新民调 支持好龙斌的选民有42.7% 苏贞昌也有42.1%的支持度 两人只差0.6% 真的到了小数点的肉搏站 不过在看好度方面 好龙斌比苏贞昌领先6% 台北市的选情确实紧绷 我还是要更努力才能争取最后为台北市做事的集议会 我想这场选举本来就是一场相当艰苦的一场选战 市长他有信心会赢得这场选战 而且这场选战我们是非赢不可 两边都喊苦战苦战 就怕支持者以为稳赢不投票了 明天为府领先 忙着为周六花博开幕式宣传 好龙斌暂时没空回应选举的事 毕竟办好国际性花博 市政声势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主任新闻综合报道 好一起来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 左手边先为您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辉文你好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大家好 好媒体工作者黄光琴 大家好 还有前立委郑云鹏 好资深媒体人刘亦宏 大家好 好我想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一聊 先不谈个别的选情了 我先来请教一下辉文 辉文有人在说 这次的五都选举 情况好像还是蛮冷的 有点这个北部比南部 更冷的一个情况态势 所以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候选人们 有点紧张了 因为反而认为说 一定要让这个投票率冲高的话 可能才会比较有利于选情 您是这样看的吗 对因为这个 我们在 就刚刚看这个台北市的状况 我想台北市因为蔡委员是专家 本来蔡正元委员也要选台北市长 不是这一届 不是这一届 上一届也不要误会 你抱住 当台北市长 你每天都要这样就对了 要把它推销一下 推销一下 我们看到台北市的民调 就刚刚我们看到汪汪同时 最新的民调 大家可以发现说 没有这么接近过 即便以前的任何对手的排列组合 没有说那种差一趴之内 现在误差范围之内 没有这么接近过 那以前在做这些民调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 帮绿的朋友做加权 就说这个可能 不好意思表态啦 以前有白色恐怖啊 你说你要支持民进党可能就有人来找你什么的 那个绿的朋友的表态的意愿不高 可是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 其实蓝绿的差距是有限的 你看之前的谢长廷 李英元他们在台北市长的表现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 我个人的判断 当然这个 这个是我的判断 就是说有点逆转 现在是蓝的朋友比较不愿意表态 我们看到从去年的这个各地的立委补选 到去年县市长的选举 那个传统蓝营的票仓 那个票一开出来说 这是计算错误还是怎么样 那票都开不出来 为什么票开不出来 不愿意出来投票 就是你在做民调的时候他不表态 真的投票当天说我不去 那谁当选 那当然是民进党当选 他们的人都撞出来 你的人都不出来 你当然一定要输的 所以我讲这个民调是告诉大家说 我认为是蓝的朋友的这个表态 这个相对是意愿比较弱的 如果照以前他们那些逻辑的话 现在苏贞昌和郝龙斌的民调 这么接近的话 那开票的结果苏贞昌应该往上跳 以前绿的都不表态 可是我认为现在是蓝的不表态 所以看好度郝龙斌比较高 可能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原因 当然各位如果觉得说 一号不喜欢二号不喜欢 我套一句这几天 大家在讨论的话就说 你不去投票 你等于是投给 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多一票 因为你不去嘛 那你就说我就歪去 歪去的时候 怎么办 去的人来做来决定 谁是当市长的话 所以大家要先思考一下 是那蔡委员请教您 其实现在呢 我们看到国民党整个是权力总动员 不论是从北到南 那从现在目前这样子一个态势 如此这样的一个接近 呈现一个拉锯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票 给冲出来呢 刚才辉文分析的非常的惊道 也是符合的现况 的确是目前我们 很多难以的支持者 延续着上一次的这个 立委补选的状况 有一种不太愿意出来表态 也不太愿意出来投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这种热情 把它把它这个鼓舞起来 如果士气这种热情鼓舞不起来的话 我们在呈现在民调跟得票率上面 都会变得相对的辛苦 这一次有一个比较可以 觉得相对的还是值得 可以比较安慰给人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的司议员的选情 好像没这么差 司议员选情好像在每一个选区里面 都属于领先群 如果这些对这个 不管是对马总统 或者对什么这个好市长 有一点意见的这蓝军的选民 他可能会为了司议员 有对他服务什么东西 被带动出来投票的话 这样蓝领的基本盘 或者里长的基本盘 在投票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大的投票的意愿 那以前立委补选就上一个人在选 如果对有很多 我必成为有很多蓝军的选民 对马英九有很多的误会 或甚至不谅解的地方 所以因此投票意愿相对低 刚才会讲对了 我们谈刚刚我们当时立委补选 我们都傻眼了 怎么搞的 眷村最标准的指标 投票率四成 这个远远低于所有的 标准的投票率底下 这算是前所未有的危机吗 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点真的是要靠 马英九总统主动去沟通 去说服 有时候刚靠郝龙斌 一个人也不一定能够 把这个节给打开 那还好这一次是三合一选举 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第二个就过去一段时间 郝龙斌真的为了什么 新生和花博 被做了很大很大的误会 那现在慢慢厘清了 什么空心菜也慢慢不见 叫白顺也慢慢不见 那花博在开张 对他当然是正面的 第三个就是说 有一些正面的政绩 比如说卢梭县的开通 那板南县连接南港展览馆 一定今年年底可以开通 所以一些政绩都会逐渐的 这个加强 还有这个猫懒也没有 像大家想象到那么差 状况都慢慢好 我想政绩的东西会有帮助 当然南京选民交 才不会说我在投票一股闷气 那这个时候我想 会有很大胜选的希望 是光晴 从现在目前来看 这个好像感觉上 就像刚刚这个蔡委员所提到的 现在连这个眷村的票 好像看起来都不见得很稳 所以呢 也认为说 这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11月21号 这个国民党不是要有一个大游行吗 那希望能够让大家 有冲出这个选票 那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 旺旺中时民调的最新结果 那又看到好苏两个人差距 这么样的接近呢 比方我们刚刚在讲嘛 好龙斌支持度是42.7% 苏贞昌是42.1% 差距只有0.6%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有没有可能 其实它造成另外一个反作用力 就是说 其实反而会因此 让好龙斌更容易去打出 所谓的告急牌啦 那反而让这个许多的 这个来营的民众 带来更大的一个危机感 然后就选择去投票呢 我首先讲说 在台北市民调这么接近 而且我想说这个接近 是比较符合现状的 那过去台北市 我们讲蓝绿比是6比4 那尤其是台北市 有些选区 甚至青条狗去都可能赢的 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观念 可是现在是板块移动了 简单来讲就是说 民进党过去攻台北城 攻不进去 这回是攻进去了 所以是呈现一个拉锯 那拉锯当然它会有告急的一个效果 但是如果说危机感 早就存在的话 它在选举的时候 或是在现在这个此时此刻 你会看到一些迹象 现在目前没有蓝营的这些民众 被激发出危机感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你反倒就是说 我们会去分析说 那现在是板块已经是移动了 打破过去6四比 现在是55波了 拉锯战了 那隐姓选民 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隐姓选民包括就是说 现在没有决定的 或者是说 这个隐姓选民 我们讲说在台北市来讲的话 不管哪个县市 我们过去以前分析都是说 沉默螺旋理论是放在绿营的 或者是说你民调测试的时候 它有机关效应 所以它不会告诉你 它也不表态 那可是这一次台北市是不一样的 你说选情冷吗 我觉得台北市很热 可是你所有的资料你都发现 一大跌一大跌一大跌都是新升高 或者是花博 真正有关选战的 其实它已经融为一体了 那现在隐姓的确 你会觉得说是像刚才财政委员 有点讲的是蓝云不愿意出来投票 他这个票也不可能 大概也不会完全倒给这个苏贞昌 那这个票是属于蓝云制摇突破的 那你说如果发动一场游行 你的主诉求是什么 你的主诉求难道 标语贴出来是说要让郝龙斌连任吗 还是说你要换起过去04年 凯道事件或者是06年 那红三军那种浪淘 那个才是会激起民众的一个热情 你要有一个主轴嘛 说他为什么一个动机 那个是不用吹票不用号召 他们就继续就滚 就是人流是滚滚热 在那个街头上面的 可是你现在只是说 没来由的 你是为了一个胜选 你就大家上街头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限的 那好了现在就是说 因为新生高这些事件 或是花博这些事件 所以绿营这边表态的情况 会比过去永远 那你现在就变说 蓝硬的这个票显然是少了嘛 否则好龙斌不可能在基本盘的情况之下 他的票少这么多嘛 就是在民调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所以现在就面对一个危机了 就是说你如何去突破 整个属于氛围气势的这个问题 现在目前看 就算你花博 你花了很多钱 出了很多力 似乎这个事是没有拉起来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五都的选举 我们最后就看台北市这一役了 因为至少北线 我们现在新北市 台中市这目前蓝军比较稳的 南俄都就不用谈了 那你现在是北市拉鞠战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 这次选举里面比较好看 或是最好看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隐忧在哪里 隐忧就是说对郝龙平个人来讲 这场如果输的话 那当然就是说对他是个重伤 如果赢的话我估算也是产胜 那就是产胜这两次对国民党就很敏感了 因为从立委补选到县市场选举 到这次的这个选举 你可以看到北三都就是北北中 他就算赢 他的幅度不会像过去 那攻城掠地拉得很开 南部他也不可能是小输的局面 这个就是可以印证到 马英九未来的危机2012了 所以你可以从好龙兵这一 你可以看到马英九他现在的危机